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Ivan 来到 吴仔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过银行借钱? 如果你问银行借钱,例如楼案 以前可能两三厘,现在借钱都三四厘 如果你卡数不还 有时可能 十多二十厘,甚至三十厘不得 所以我何时都劝大家,千万不要乱借贷 但如果我想跟你说,香港这么多有钱人 最厉害的是香港的地产发展商 都不够钱要跟人借大耳窿 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奇怪呢? 最近有篇彭博的报道,Bomber 说 香港地产商面临 234亿美元的债项要到期 或者有机会借高利泰 发展商,香港一向不是四大发展商 还要借高利泰? 听起来也有匪夷所思 他还引述一个例子 就是曾经亚居乐集团 早前,不是很久 今年年初 年利率20% 借入了8.94亿港元 这些高利泰的私人贷款 对于很多银行 来说 当然他不会每次借给你 但是如果你借不到,就要问外面的财务 财务公司借,那你真是 利息绝对不便宜 所以今集的内容,你一定要知道清楚 是不是有这样的秘密呢? 我原本是不相信的,但是看了几份报纸 包括方向报 什么Number 报纸 也有说这件事 所以一定要知道,究竟现在是什么状况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的资料搜集 还没说之前,希望大家给点赞 subscribe 和share 吴仔的内容 我完全看完整篇报道 和大家抽屉摩扣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的资料搜集 很多不同投资 理财退休的秘笈 以下 不是说叫人们买的Number 设计 所有东西都要小心谨慎 尘求专业的意见 好了 之前大佬都说了 今年投资真是难 哪个朋友叫你乱投资 放在什么钱里,千万要小心小心 他说他自己真的放在高息股上 找些6L、7L的东西 不知道他去找哪些 但我什么时候都说了 股票是最高风险 所以千万不要乱来 无谓赚息 亏价 一定知道公司的业务 你见到今年很多 发展商 不敢投地 已经五幅 已经流标了 现在 每个都在 手头紧 他说现在都不敢乱借钱给人 就算你说抵押哪层楼 大佬都说我都不敢借 而新盘和楼盘 新低价 创6年新低 所以 真是想不到连天水围都卖1万元左右 也不知道回到多少年前 所以 彭博这段报道 简直震撼了很多人 他报道指 早前 有些发展商 借了很多钱 现在明年到期要还 有机会他们会转向高利率的私人派款 好像 亚居乐集团曾经 年利息20元借入8.94亿 这笔钱真的不小 如果他借不到又怎样 有些人会问一下 家族办公室 或者 资产管理公司借 资产管理公司 你现在最流行的 你看到新世界集团 郑志刚也搞什么 家族办公室 要想把香港成为家族办公室 世界中心 其实也是想要花些融资 听闻 新世界也借到不少钱 其实很多都很正常 很多公司都会借钱 有长债短债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其实 小小的长债 没什么问题 偶尔有时有些短债 都很正常 有时买货买货 周转 有借有还 才是上等人 私人贷款 很多业务在香港都非常盛行 现在很多私人信贷基金 都是在寻求增加私人信贷投资组合 专门向不同的投资者 买手 据Boomber 报道所指 随着现金流的压力增大 很多发展商 利用非银行的融资途径 以支付新的 项目 包括新的贷款 你知道 现在卖楼不是那么容易 哪里那么容易套现 何况有些可能是涉及内地的 房企 内地的地产 又不是那么快卖得了房子 对于他们来说 压力都非常之大 香港发展商 新世界或其他 都积极寻求 减少借款 那又如何 就想想看 这个盖子就蓋着这个盖子 当然啦 其实香港大部份 发展商的 状态都稳定的 又不是很差的 但是你说 好像内地那样 我不是说他们不行 但是有些发展进来 好像亚居乐 在这篇报道也说 曾经试过四度 抽水 问股股东集资 筹到7.8亿 之后 之后又籌不少钱 再配股 曾经今年 上年也做过这些事 更籌得22亿 厉害 曾经也发过 盈利的警告 2023年上半年 即是 是获得这个未经审核的 亏损 所以呢 利用可能差一点 基本上还有很多储备 未卖的地 你看到啦 这段Bomberg也报道 早前碧桂圆 附属公司 从投资者 Full Capital 取得9亿的资金 借贷 所以真的很多公司 都曾经问过 不同的借贷公司借钱 包括刚才所说的家族 还有办公室 其实都是 想找了一些 多一些途径去集资 共度时间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雅居乐 其实他 近年 都有一定的业绩 但是 之前的日历 似乎都是 一般的 上年也有点点亏损 所以这些事势 真的 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 而一家律师网 Marsida 就说 香港的房地产金融业务 律师 赵燕军就说 一些家族办公室和资产管理公司正在 增加一些新的业务 打算收集多些钱 增加私人的信贷组合 所以在香港这么低迷的市况之下 都是想办法如何资产整体经济 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香港 写字楼 租金就下调了 零售市道 好像大楼 市道很差 可能卖得过一半 或者半价出售 从来从来都没有经历这么大 凄惨的情况 内地的销情 也一般的 空子率就上升了 现在 香港 商下的空子接近历史高位 是15.8% 不是我说的 外面这些很多报纸都有报道这件事 再跟大家讲一下 根据一个香港投资银行的董事 公司执行Keef Chung 是来自 西邦 伊利斯 他就说 数据显示 9月 到现在 3个月之内 近3个月之内 空子率高到15.8% 高盛 持有多数 股权的一栋 office 将要下调30% 变了很多股权 很多股权都要下调 似乎都要砍价 上个月房屋的销售量安年 大跌33% 所以香港的经历 卖楼卖得不太好 新世界 很多大的发展商 都为求 想扩充大量 削减借贷 变了真的很兴起 如何可以 借款人 特定的理财产品作为抵押 所以真的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些事 包括 PACM和当地金融家 凯华 这个物业 合作推出一个3亿美元的基金 来支持本地 地产债务 不知道你借不借钱给他们 但是 香港其实大部份应该是稳健的 但是 你看到之前 很多 大的电产商的债价都突然飙高 一定要和大家看看 现在很多中小型的发展商 负债是什么情况 之前根据 数字报寺 报道 好像佳鸣集团 这家小小小的 最新的资本 负债成155% 就是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债务 和资本的比例 意思是借了不少 只有100元 他就借155元 类似是这样的意思 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30% 年内的财务成绩 成本 帝增了78% 达到1亿 所以 主要现在香港是在搞 明进、清衣的明侨汇这些项目 应对方法也是在想 怎样 可以在调企中 减低利率浮动 变化 九建 这家 借态也比较多 123% 现在正在建的是 将军澳的海恩庄园 我印象好像还没卖完 有没有人告诉我 还有63号薄芙琳 都是想法如何做对冲 远东集团这些都少于100% 其实问题也未必非常大 他们都可以卖给其他发展商的 北架山 云安集团 资本 富豪集团 百利堡 英王 香港轻业 这些都有 一定的借贷 香港轻业算少了 只是 玉景湾 易峰 和希臣一起合作 林海山城 这些 融资成本 都不是特别高 所以 其实香港大部份的中小 发展商都健康的 都不是乱借特大 借特借的 所以 大家都要小心 如果你借钱给一些发展商 做一些 我知道现在的利息 是挺高的 尤其是本地的 借债 债券 但是你也要看清楚 好像新世界 我知道之前 有些 20厘 也有 十多厘 也有 但是你想清楚 如果他还不到 你有机会 资不抵债 你取不回本金 我觉得 未至于这么夸张 但是有这样的风险 究竟 香港政府最后会否够 我觉得 未必需要 真的要去到香港政府 够的 基本上 很多途径 银行 那些 都能够借到的 但是如果你说今年 连美国人都在搜索 银行都在搜索 是不是 所以 真是 每个人走去做定期存款 每个人都害怕 如果问银行借签的成本 真的非常 非常之高 我身边 看到很多人 卖楼 现在已经借到 4厘多利息 有些回到我感觉上 好像回到08年 那种紧张的水平 甚至 有些银行事先不借的感觉 所以 很多的报道就说 明年 有些人就说 预计下年 还要有机会再跌一成 如果楼价跌一成 听闻 富资产总数就急增了 令到很多人 真的被人追焦 扩妈展 又不奇怪 富资产总数就急增 大领落 我觉得是否这么夸张 我就 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觉得未必 大家也要小心自己 不要乱按 借这些什么呼吸 plan 一定要看回自己的实际能力 我觉得 不要三成首期 你也不要 乱去买楼 确实真的要看清楚自己的 银包 资产的能力 你说香港 地产商的 确实有几家 例如 信和 83号 或者 李嘉诚 长和 他们的 资产 负债比率 都是比较低 Baddy Jay 不会借太多 资产 而持有很多现金 相对 恒地和新世界 债务上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他们的家里 都挺踏水的 你看 好像新世界 卖新创建的股票 卖给自己 周大福 这里又套了不少钱 我记得不知多少亿 10亿 8亿 总之很多 短期你说有什么事 总之 同宿的后人 总有得救的 短期这些风险 不高 但是较高风险 相信可能 就是外地的发展商 或者不熟本地的业务 那些非常小的发展商 你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债务 会不会违约 所以我都相信股神说一句 推草的时候就知道哪个裸泳 是不是 永远在危急的时候就知道 哪些人 又赚到钱,哪些人亏钱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投资一定是 赚钱永远不赔的 你知道过往这几年 如果买了房子 确实真的会输钱 所以千万不要乱 炒炒卖卖 我始终觉得 海陆空三军的策略 都是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方法 什么意思 你应该买回一间自住的楼 当然要趁好的时机 和承担能力 比较高的时候 就不是说我没有承担能力 借足九成 不要这样做 其次你有多余钱应该做定期 做储蓄 不断液滚液 买少许保险产品 买少许银行的产品 自己 有一些 对冲的风险 变了可以 万一 家里有什么意外 或者医疗的东西 你不用 突然 拿几十万 百万 医病 其次 收租的东西 收息的东西 都是重要的 但是相对来说 香港 很多股票 可能风险 比较高 不要说只是香港 外国 不少股票都风险高 这些都是海军 随着经济波动而上落 大家就非常小心 尤其是 工商下 或者商铺 这些绝对是 跟经济环境大变化 你说生意 近年生意 停滞不前 自由行又不多 那你的商铺 工商下 绝对有压力 所以你说 是不是要即时 追货去买呢 我就觉得未必 就算你看到了 有些人说努力士 不知道几年的新低 但是 努力士 有些人懂得买 或者有些人不懂得买 买了一些 没那么好的模特 当然可能会下跌 是不是 但是最擅长的 最美的模特 或者AP的标 很多都仍在上升 是不是 所以真的 风高浪急 是不是 你知道 什么时候 图进浪图 你就知道哪些人 赚钱 蝕钱 我始终觉得 千万不要投资 太多 空军 高风险 衍生产品的东西 都是稳稳稳稳稳稳 退休收息比较好 我自己也奉行 钱振钱的方法 不断买债券去收息 我实在有很多很多 不能进入 很多A级 或者AA级 很多现在都有 5厘 甚至6厘 一定要神损 我觉得 都是一个 比较 稳稳的方法 甚至 想高一点的 AA级 很多局负债券 现在都是 4点多厘 甚至 5厘 都会有的 其次就是 一些储蓄产品 一定要存钱 不断 複息滚存 你说 50-60岁的 我绝对觉得 你应该做零存 零存整腐的东西 包括每个月 可能存6,000-8,000 不断複息增长 将来有6,000多元的收入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有多余钱 你可能买一些基金 去收息 一些香产 或者 菠萝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断 说的 如果你60多岁 你也可以 经过5-6年的时间 都可以存好 退休收息的 一个组合 你自己 想回你自己 想多长时间 去稳健 去保本的收息 当然了 你一定要慢慢去存 不是一下子 哎呀,今年买下年就要去收息 始终 如果你想高息 就一定是高风险的 没得说了 是的,基本上我觉得 7,100,100以上的东西 都绝对是高风险 所以你想清楚 我始终觉得 稳稳 安全的收息 长远对抗通脏 都是最好的方法 希望大家 可以参照我这种方法 不断的收息 滚泉 好,好多谢大家 支持我的 广播 下次 我再跟大家 更加关于多 理财 收息 可以看 1,000个收息 有很多不同 投资 理财退休的秘笈 希望大家可以 提早退休 再享有 好的生活 支持小弟五身书 三岁人不受很多 投资 理财退休的秘笈 记住 投资 风险 所有东西都有 升有跌 最重要是 看着自己的荷包 希望大家终于我的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